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封来信我今天特别要一开始跟所有听众们一起来分享 这是住在宁夏的听众姨姨 她就说到我是最怕老的人 但是又喜欢听这些老知识 因为听这些就怕自己变老 所以宁可不老 我们这个单元真的很重要 大家要多听 那另外她也说到 特别是我们在上个星期跟心灵所聊的失智症 她说失智症不是一两年就失智的 我觉得这很可怕 有人说多动手指可以防失智 可是我见过穿得美美的 但每天很优雅弹钢琴的老奶奶 她除了认识她女儿之外 她的儿子孙子 虫孙子通通不认识 还有呢 有人说做数学题多动脑子可以不老 可是啊 我不爱做数学 怎么办呢 她想问一个问题说 有什么方法最好可以不失智呢 好 其实这个听众就宁如都了解 她其实也蛮年轻的 还没有到我们上个星期所聊的 大概70岁上下 对 这个后发期的年纪 但是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要来谈 年轻人 你也可能会失智 而且这几年根据欣宁的了解 在他们日照中心里面 失智有越来越多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所以欣宁 你们在日照中心的年轻失智长辈 现在最年轻你看到几岁呢 我们目前最年轻的失智者 大概是58岁 为什么这么年轻就会失智啊 其实年轻型的失智 她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她可能是有家族性的遗传的基因 那另外一块可能有部分 大部分都是那个额链叶型 额链叶型的失智 那大概都在40岁到60岁中间 她会发病 这个讲得很专业了 第一个家族遗传 就是说如果您家的长辈也曾经有失智症的倾向状况的话 你这个几率是比别人来得高的 对 就是说上一代以及上上代 他们都有失智症的状态的时候 那大概在下一代 她可能发病的几率可能是百分之百 那这个是在医学上面会做一些统计 发病的几率百分之百 就两代嘛 哇所以您这样子可以推测说 我的孩子或孙子之类的 这样子是有可能走上这条路 几率是非常的高 对 像之前有一个医生 就是台湾的 在研究整个失智症的一个医生 做了很多年的那个追踪调查 就一个家族里面大概有19个都是失智症 然后有三个人已经发病 所以就潜在失智症 但是他三个已经发病 所以那个遗传大概是在年轻型当中 可能比较会发生的 那另外就是还有包括 有些我们的失智症可能会分几种 第一种就是所谓退化型 就刚刚讲的可能是80岁啊 比较高龄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阿兹海默症 那像美国前总统雷根 或是英国首相才智尔夫人 大概都属于这一类的 那什么样的人会因为老化发病呢 大概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因为 他可能也许是脑部的那个淀粉 我们脑部有一个淀粉的沉淀比较多 所以他变成是说他容易 就是在老化的时候对不对 高龄的时候他比较容易会有阿兹海默症的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假如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那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那个血管性的失智症 那另外一个血压糖尿病也可能会导致失智症 而且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60岁上下 这个就会不一定是高龄者专有的 哇这听起来听众们越听越担心 是啊 自己的家族史 有没有这样子的失智症的长辈 还有我自己去衡量一下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 这都有可能会导致你未来走向失智的这一条路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预防的方法 像刚刚这封信一一就说到 弹钢琴多练手指 或者是多算数学题 是不是能够预防呢 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 要请心灵来跟大家深入谈谈 怎么样预防年轻失智 大家好 我是布老专家图心灵 每周二晚间九点到九点半 我在中央广播电台 二十一点听台湾 与您分享布老秘诀 让您拥有精彩的老后生活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年纪大了 也能谱出快乐交响乐 欢迎收听宁可不老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 礼拜二宁可不老的单元 我是宛如 我是许宁 刚刚说到失智这个议题 其实宛如在前阵子 到了日照中心做了一个实地的访问 就我看到在里面有蛮多的长辈 就像孩子一样的感觉 很纯真 但是也有像孩子一样 好像很担心很害怕 那甚至有些长辈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急着要回家 这让我想到我自己在接孩子的时候 幼稚园 我小孩幼稚园阶段 小孩也会在幼稚园里面很担心 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甚至在那边大哭大闹 可是欣宁 我看到在日照中心里面的长辈 他们给我的感觉是 好像又回到了孩子的时代 就是我们常说 失智症的长辈 就是近的记忆 他可能就会记不起来 他记得大概就是远的记忆 然后在远的记忆的时候 有时候他只是片段的那个记忆 因此我们常常会运用 他的那个片段记忆的时候 赶快跟他做一些交谈 比如说像我们玩 我大概就知道了 我们有一个之前 就是卖Benz车的一个男性的长辈 也在日照中心 也在日照中心 对 那他呢就会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业员 业务员 他的业绩做得很好 Top sales Top top 对 那他就会 会有一段时间 他一天当中会有一两次 大概他就会想起说 他在卖车的那个状况 对 然后那时候呢 我们就会跟他 把握这个机会 对 然后就会跟他交谈 交谈就开始 把我们自己当成顾客 然后就跟他说 哎我要买车啦 哎对 可以咨询他一下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在动脑了 哦 是就是让他不会继续退化 这么快 对 失智症 他是一个不可 目前是不可逆的一个疾病 不会像说 比如说癌症啊 或是可能是我们盲肠炎 对不对 我们开个刀 或者是 休养几天就好了 对 那像癌症的话 可能也许现在很多新的药物 可以让我们透过治疗 然后之后持续追踪 甚至是可能没有癌症了 但是失智目前来讲 他还是属于不可逆 那不可逆的状况就是 我们不要他从 呃 非常轻度的失智 然后变成一个重度的失智 就是延缓 日照中心里面 就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我想在今天节目里 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声音的片段 心灵也没有听过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 好棒哦 粉红色是什么形 四方形 四方形 四方形是几个角 四方形 四方形 几个角 四方形 四方形 几个角 凌形是什么颜色 凌形 凌形 教授 凌形是什么颜色 写绿色 教授 凌形就对 对不起 写绿色 写绿色 这要绿色 不是犬的哦 菱形 绿色 绿色 对 你可以讲绿色啦 但是 全绿色才是这个啦 对啊 这个不是 菱形啊 这个是什么形 贴形 对了 我们听到日照中心里面呢 有个志工在带活动 这个志工呢 我跟他聊了好久哦 最后他才说 这个大家都叫我图妈妈啦 哦图妈妈 图妈妈你好哦 再聊到说 我女儿也在电台主持节目耶 然后 我说 那我在这边广播电台耶 她说 我女儿也在耶 然后我就想到 哎呀 原来这个图妈妈 就是 心灵的妈妈 对 其实聊了十几分钟 我才知道 原来 这个图妈妈 我还认识她女儿呢 不过这个真的是 在日照中心里面 很积极的一个志工 而且这个图妈妈呢 年纪也挺大咯 七十多岁了嘛 对啊 她一九四五年生的 哦 一九四五年的一个老太太 现在在日照中心 陪伴这些老人家 而且她的教学 她刚刚可以听到 那些声音的片段 就是她在带着一群 失能失智的长辈 认识形状 认识很简单的 我们可能国小以前都学过 甚至幼稚园老师 也会带的一些活动 几个边 几个角 什么颜色 是 他们就是在做认知训练 跟认知刺激 七宁刚刚所说的 长辈们到了日照中心里面 虽然我们知道 她是目前身体状况 在智力方面 这个失能失智 可是我们不要让她 继续退化下去 会安排很多精心设计的活动吗 是 就是我们会安排 包括体能类的 虽然她已经失智 可是她还是要继续运动 她才能去延缓 她的退化的程度 对 那一天我去的时候 日照中心在带的活动 就是丢球 九宫格的丢球 对 所以她不是只有脑部的 认知的刺激 她还有整个身体上面的 一个运动 那在我们的日照中心 我们比较标榜 就是生活就是复健 就是说生活当中 随处可的 就是必须要做 一些相关性的活动 然后让她们真的是延缓 她的不管是失能的延缓 或是失智的延缓 刚声音的片段里面也听到 有一些 图妈妈叫她教授 听众朋友 你不要以为图妈妈 是搞不清楚状况 那个长辈 她真的是教授 以前在大学教书的 像七宁刚刚也分享到 有一个 不是年纪很大的 一个汽车业务员 而且是销售非常好 亮丽成绩的业务员 现在也在日照中心里面 也是失智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其实失智跟我们所一般认知 只有老了才会失智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类型 不一样不一样 现在年轻的失智的话 它会比我们所谓的高龄的失智 其实它的那个病程来得比较快 它会一般我们的那个高龄的失智 然后它可能也许七到八年 它才会从比如轻度失智 变成重度失智 可是年轻型的失智 它会大概只花大概三到五年 它就马上变成重度失智 就是你没有给它一些认知的训练 体能的训练的话 那它很快就变重度失智 那它一变重度失智的话 就是它恶化的比较快 那这样子变得是说 它的生活品质 也相对性就是很快压缩变得不好 年轻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会延后的确诊 确诊就是医生 他确定给医生去看病 比如说当我们高龄的长辈 比如说他可能有差不多的记忆力 或者是其他一些重复同一句话 或者是同一个行为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般家人会觉得 因为他老了 所以我应该带去医院看一下 有没有失智症之类 可是年轻型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他工作压力大 或者是说他是不是睡不好 或者是说他是不是 哪个药物有需要调整 比如说这些 但是都不会往他是失智的方向走 因为没有想到 年纪都还没到 看起来60岁 所以当他已经确诊的时候 其实距离他发病的期间 已经是一年甚至一年半 已经误了那个治疗的 一个黄金的时期 到你们的日照中心 能做的就是 尽量跟大家一起活动 然后有很多的刺激 跟照护员彼此之间 可能有一些对话 如果这样的长辈 他待在家里 会不会就更快 就走向退化那条路 就是我讲的 就是你没有出来 去做人际一些互动 跟社会的互动 还有刚刚讲的 这些认知的刺激 然后体能的复健这些 那他就在家里 那他就在家里 他一定可能就是 开的电视吧 电视看他 那这样子 他只有单向的思维 所以是没有办法维持 他比如说他现在是轻度 或他现在是中度 那通常大部分的 重度的失智 他后来都可能是卧床 所以那个 其实到后面 可能也许家人 其实照顾是更辛苦的 你刚刚讲到那些长辈 可能在家里看电视 我就想 应该有一个电视节目 或广播节目 让失智长辈 能够收听收看的 那就等宛如开这个节目 这还是要专业人士 才知道怎么带 在年轻失智这一块 其实你能看到 还有哪一些征兆呢 就是我们听众朋友 可能听到这里 有点担心 年轻的时候 我在此刻 可能50岁上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可以有一些 什么自我解释 就是假设你的家人 就是比如说 他会重复一个行为 就像我们曾经 讲过一个故事 就说妈妈坐在客厅里面 看电视 然后女儿呢 第一次拿的水果 出来给妈妈吃 可是隔了五分钟的时候 女儿又去拿第二次的水果 出来给妈妈吃 然后你会觉得 那个到底是这个是谁 女儿啊 对 就是重复 对 重复做同一个行为 还有他可能也许 有一些幻觉 幻觉 然后比如说 他会说 谁在叫他 诸如此类的 那他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是说 或者是他可能是到超市 超市可能也许 他看到东西拿起来就吃 那因为那个 我刚刚讲 不是那个儿孽夜行吗 对 儿孽夜行就是主管 我们人的一个高等的思考 行为 智能跟个性 所以有关这几个方向 他假如是有变化的话 那他就可能 那个 有可能是疑似 他有所谓的年轻型的失智 那儿孽夜 为什么会有变化呢 就是我们在想说 那个小朋友 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要爬 对不对 对 那一直要爬一直要爬 然后希望他爬越左越好 那其实就是在做什么 刺激他的脑袋 就是儿孽夜的部分 那老了呢 怎么不能再刺激了 是啊 所以大部分的年轻型的 会是这一方面 可是我刚刚讲的 比较高龄的 他就会属于是退化型的失智 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不同型的失智 有没有 他的得到失智之后 他的行为方式是 也会跟着不一样 所以像 比如说像 我们在讲那个血管型的失智 血管型的失智 高血压 糖尿病 这些 他在得到失智的时候 其实他容易跌倒 所以不一样的状态 而且他有一些症状 他会出现说 他比较会 一下子很爱哭 一下子又很爱笑 那像你 宛如那天到我们的日照 应该还没有看到 有长辈在抱个娃娃 没有 对 像我们其他的日照 或者是我去国外参观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一些长辈 他是抱着他的一个娃娃 不管那娃娃是人型的 或者是他可能是 什么是奴比 这些 对 那那个就是又有不同的 过去过往的不同的记忆 对 所以像我们都要非常清楚 就是不管是年轻型的 还是他是高龄的失智 我们都要知道 他过往的生命的过程 还有他做什么行业 然后他大概是 平常会吃什么东西 那他喜欢什么东西 他不喜欢什么东西 那这个部分都要去稍微了解 那刚才我们在讲 那个年轻型 失智还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 比如说你会发现 这个家人忽然记忆力有点变差 第二是他以前 比如说一句话 他可以可能讲 12个字15个字 可是他最近讲话变短了 字变少了 是 好 那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征兆 有没有 也可以从这个部分去观察他 可是像我们 有时候遇到长辈 他会有一些字 以前是零牙力取的 可是慢慢的年纪大了 会觉得 比如说这叫电脑 可是他指着那个他知道 可是讲不出来 叫电脑 因为他会变成 他的那个脸部的表情 是比较僵化的 那他的那个 管那个言语那一句的话 也跟着就会退化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希望是 长辈即使失智 还是要出来做社会互动 就是他看到人 然后跟人家讲话 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失智长辈 是在家里就是 大概七八年是没出门的 对 后来透过我们的居家服务 去把他带出来 那他现在就非常有笑容 那也有笑容的时候 他跟人的互动就会变好 然后互动变好 他在团体的那个学习当中 他就会更有精神 然后更愿意过来 那现在他就会一天 要跟他儿子讲说 什么时候要再去上课 真的吗 好开心 可是在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空间 或者是原额能够让长辈们 都有一个好的环境 做脑袋的刺激呢 现在台湾政府要推动长照2.0 希望从基本的社区 一直到最后的可能是安养中心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照料 可是容纳的未纳量 是不是足够在此刻的台湾 对 我们现在日照中心 大概普遍是不足语 就是对于人口数来讲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在长达2.0里面 就是包括他有个巷弄长照在 那现在台湾的巷弄长 大概是85个目前 那未来会往上再增加 那那个部分来讲 就是会希望是 比如说他可能有点轻度的失智 他能够在这边做一些延缓 对 就是我们开始做 不同的层级的一个服务 然后能够让民众能够可敬性 能够高一点 目前全台湾就是85个巷弄长照 对就是我们去年11月开始 就是85个巷弄长照 好心灵你们要再加油 对没错 要再多一点 但是我也不想一直多 因为一直都变成 台湾好像都在失智 好像都在失能 这也不是个好消息 对对对 好我们讲到这个呢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就请心灵跟听众朋友讲 更实用的哦 你要怎么样预防年轻失智 等一下我们来听心灵这么说 大家好 我是不老专家图心灵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张婉如 每周二晚间九点到九点半 我将在央广与您分享 不老秘诀 让你悠有精彩的老后生活 央广全新计划 21点听台湾 我们开闭了脸书粉丝团 新浪微博 同时我们也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 开放现场call in和脸书直播 想随时掌握节目最新动态吗 快来搜寻 21点听台湾 20点听台湾 对 對呀 擦桌子可以請他們幫我 那過去是主婦 他可能會做很多事情 就是盡量讓他們幫忙做一些事情 這樣才是一個生活復健啦 比如說 欸 我吃完了 我要去擦桌子 欸 我 對 那他就去擦桌子 或我進來了 欸 我知道要脫衣服 穿衣服 把他們就放在那邊照顧 好像也不太對 因為他們的會退化 對 因為其實他只是失智 他的四肢都是好好的呀 所以其實 就是找他們還可以做的 的給他們做 那就是在旁邊看著就好了 找他們還能做的給他們做 所以在日照中心裡面 不是把他們當老佛爺供在那邊 也讓他們可以試著去學習幫忙 擦桌子啦 掃掃地 這是我在日照中心裡面看到的 最前面那個聲音片段 大家可以聽得到 有一個失智長輩叫他奶奶 他會很不高興喔 因為他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啊 我怎麼會是奶奶呢 欸 看來他腦筋非常的清楚 很介意這一件事 就是他還想年輕啊 對啊 而且那個奶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很亮麗 如果走在街上 晚上我真的看不出來 他是一個 慢慢在退化的失智長輩耶 是 他沒有到失能的失智者 包括年輕型 或者是 比較高齡化的失智的話 那基本上其實你本來就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台灣有一直促進就是一個友善的失智社會 就是說 他有時候是因為像剛剛講的 比如說他可能到超市拿東西起來就吃 那假設你今天是超市的這些工作人員 或是我們的民眾 知道說他是因為疾病而造成的 而不是因為他故意或者是偷竊有沒有 這樣子想法去看大家的時候 那就會給這個失智者 他是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們目前很多聽眾朋友 年紀都算是中壮年 但是就很擔心 我以後會不會走到這一條路呢 有沒有什麼事情 我們是現階段可以多做的 我們大概將講到年輕型嘛 所以我大概會覺得應該是要從20歲開始 就20歲到60歲中間 然後你要注意就是那個飲食 然後還有就是說要強化我們的運動 那另外呢要常常做一些認知的刺激 那剛才有依依講說 他不太會做數學 可是不會只有數學啦 包括可能打牌啊 打麻將啦打橋牌啦 這些都會是一種方式 另外還有就是閱讀 那閱讀他就是不要一直看手機啦 就是你真的有去翻書啊 可是手機上面也可以閱讀啊 是 可是你的手是沒有跟著動的 就是我們的手也是大腦去控制嘛 對不對 那滑啊 我的手有滑 可是你真的有翻書 而且是把它唸出來 效果會更好啦 就唸書就對了 那這個部分也會有延緩的效果或預防 那另外就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要去做一些社會的活動 不是永遠關在家裡 或是只是你們自己一個小圈圈的幾個朋友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頻率是要有不同的頻率 你可能接受到的司機就會不一樣 所以常常如果姐妹一套都約出去喝下午茶 都是這一群人 也是很好啦 但是你有時候還是跟不同群的 可能不同領域 喜歡運動的 跟喜歡音樂的 跟喜歡閱讀的 不同群的朋友 對 多聊天 還有包括就是說 多交一些新朋友 那這些也都是在認知刺激上 可以做到的 像我們有些施政長輩 他後來就是那個學畫畫 施政還可以學畫畫 對 就是在他畫出來的畫就非常的棒 就是他有另外一番的那個 整個文化藝術是能夠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他後面再去相關性去學習 找到一個可以認知刺激的部分 再來就是那個飲食大概就是諸果啦 還有就是每周能夠有一次的散步 就是我們整個身體有沒有 是可以動起來的 那這個就是大概我比較會覺得是20到60歲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台灣在很多年前 2006年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可能有一個 36歲就失智的女性 我居然在日本碰到一個 就是他是39歲發病的男性 他是因為家裡遺傳還是什麼 心天上的疾病嗎 他原則上他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額念夜行 對 就沒有家族的遺傳 那所以這些都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們會發生的 那剛剛講就是說 你不是到了40歲還是幾歲才開始 因為之前有最早的是26歲 像我在歐洲有看過 就非常年輕的 根本不到30歲的 對所以這個 我剛剛講說 20歲到60歲當中 大概要注意到這些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60歲以上到75歲 就剛才所講這些都要持續 那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有高血壓 高膽固醇 還有就是會有糖尿病 因為他就會加快 加快您可能罹患失智症的潛在的風險 至少啦一個禮拜要去 見走散步一次 如果當然老人家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那至少一個禮拜一次 可是我們年輕的聽眾 一個禮拜三五次都不為過啊 多去運動 對還有就是說 蔬果 就是多吃一些蔬果類 現在也很多市面上賣的蔬 就是會有說 不失智的飲食 喔那個是 利中含飲食啊 對那就表示說這些飲食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去攝取了 對對對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維生素的E跟蔬果 也都是目前就是在飲食上面有沒有 是有一個實證研究 是可以預防失智症的 聽眾的來信她說 有個老奶奶彈鋼琴欸 其實我們覺得彈鋼琴手腦病用 欸這應該是不會走到失智的 當然這個奶奶她是不是有家族遺傳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有慢性病 我們不知道 但是培養一個彈鋼琴的興趣 我覺得這也是金妮所說的 老了就慢慢的去培養一個興趣 你也可以動動腦子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打麻將 有些人不喜歡算數學 不喜歡看書 但是你去彈鋼琴彈吉他 欸也是一個方法喔 對對像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不會打麻將 欸那我就是比如說 買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自己算錢 喔 就不會拿著那個 手機的那個計算有沒有 對對對 然後就比如說 三百五十塊 減兩百八十塊 那我就會用那個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三百塊 先減兩百塊 就一百嘛對不對 好 然後一百再減掉那個八十 對不對 就剩二十 二十再加回去那個五十七十 你知道剛剛你講那個數字 我完全聽不懂 你看我跟依依是一樣的類型 完全不愛數學 從小到大都討厭 對所以你就要找出不一樣的方式啊 沒錯 因為你要那個方式要你能夠喜愛嘛 喜歡然後你是 不一定是說你要持之以和 而是說你是自然而然去喜歡這個方式 然後你就自然而然就擁有它 然後自然就持續下去了 對像今天我們介紹的一個志工圖媽媽 她七十幾歲 可是她還是到這個日照中心裡面去跟這些 失智的失能的長輩一起玩 她其實也在每天在動腦子 這也是一個她擔任志工 讓自己不失智永遠快樂的方法 對而且她在那邊可以打發她一天的時間 然後呢她可以跟這些長輩們做一些互動 也是一種社會互動 那另外一部分因為她接觸了 所以她就覺得說她應該要更愛自己一點 然後更把自己的那個生活弄得快樂一點 這都是心靈的這個用意 我的用意 真的耶如果家裡有長輩的話 就讓他們想個方法讓他們出去動動腦 然後又跟其他的長輩有一些接觸 看到別人可能會覺得我自己好幸福 要珍惜當下的感覺 歡迎到各地方的日照中心當志工 今天非常謝謝心靈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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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我